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顾一下这个前几期啊 这个内容啊 讲这个问题啊 之后呢 这个说一下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 还是围绕着这个经济发展和其内生动力啊 这个话题去讲 一共是打算讲了八次吧 咱要八九次啊 保安装的之前呢 就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分别呢 就是介绍这个怎么定义这个经济发展啊 一个国家的他的这个发展是如何被这个计量的啊 因为我们往往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啊 习惯上把一个事情进行定性啊 比如这东西是好啊 是不好啊 是正确是这个不正确啊 但是往往对一个这个事物的这个定量分析啊 这个做不是非常好 那所以说咱们讲今天这个话题呢 主要的指的呢 就是这个矛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我看现在还没什么人是吧 啊 这个 先闲聊两句 嗯 恭喜您进入新人专享名单 好 进入了新人专享名单了 那咱们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讲义啊 这个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这个矛盾冲突啊 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其中的需要 涉及到涉及到一些包括这个求导啊 呃 这个方程的话题啊 我具体里就会介绍一下是怎么求出来的 啊 呃 今天的主要呢 呃 需要看的书呢 那就是这两个人啊 他相关的这个reference 是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啊 一个是 呃 呃 卖鬼写的这个economic shock 和这个civil conflict 啊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大哥写的啊 这个community price shocks 啊 啊 civil conflict 啊 这个一个国内啊 来讲也好啊 还是这个国际上也好啊 从地缘政治这个格局上来说呢 就是 就是呃 国家之间的非常呃 经常啊 也非常容易啊 在历史上呢 就是 产生各种的矛盾啊 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 那么这些矛盾和冲突究竟是这个怎么发生的呢 呃 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于 呃 这个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啊 欢迎这个锤啊 欢迎这个朋友啊 我看你每天都都来看我是吧 你是新朋友还是 老朋友之前好像没怎么见过啊 这两天一直都看过啊 感谢 咱们今天的主要呢 看的这个两本书呢 就是两份论文呢 就是这个卖鬼和这个 呃 这个呃 丢啊 这两个人写的这个书啊 还是和这个之前一样啊 我呢 只是呢 就是对这个话题呢 进行一下这个 新朋友是吧 啊 欢迎你 因为我这个之前啊 是在这个海外频道啊 后来吧 这花椒吧 由于这个这个政策的限制吧 它这个海外频道啊 就 就是进播了一段时间啊 所以说这个就好长时间没播了啊 等于说现在又开始重新播啊 但是它还是这个在那个频道分类里啊 没有海外这个频道啊 所以说呢 我现在在什么频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近来的朋友多是个缘分啊 希望大家这个感兴趣啊 讲这个话题 或者你有什么这个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可以呢 这个私信我啊 我都会这个准备的 好吧 啊 反正这个但是就是主要这个方向就是偏这个历史啊 经济啊 还有这个政治啊 这些方面我这个看的比较多内容啊 你要说别的像什么音乐娱乐这方面啊 确实不是特别了解的啊 平时呃 不在国内也这个了解的不是特别多 那好的啊 对啊 我这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啊 就是之前加过我的那些这个老粉丝们啊 就是他们也基本上都是对这个历史啊 政治啊 这方面话题也比较感兴趣的啊 我这个其实说是直播啊 其实是这个半路播的性质 就是我自己在这得不得啊 把这个录完了啊 完了呢 大家呢 很多就是我 我分享给我朋友啊 他们看这个回放啊 那一集一集的就是 就是这样啊 每次呢 大概呢 播的时间呢 也比较固定 就是一个小时啊 到两个小时之间啊 说的长的两个小时 一般要短的话都是一个小时 啊 那这个讲的这个话题呢 呃 呃 呃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这个话题啊 都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啊 相关的这些话题啊 呃 有哪些因素呢 就是影响一个国家他的这个经济发展 啊 讨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 一共呢 是打算分这个八次内容来讲啊 就是之前前几期的这个内容啊 咱们介绍过了啊 包括一个国家的这个地理因素啊 生物因素 这些呢 就是呃 对国家的影响 啊 反正呢 昨天呢 昨天介绍了这个制度因素 那对这个国家影响 呃 但是从这个近代的这个发展经济学呃 的角度来看呢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啊 呃 最浅层的是经济发展啊 那么决定经济发展呢 是它的这个直接原因啊 啊 包括你政府和个人的这个投资行为啊 啊 你的这些这个 啊 呃 企业之间和社会之间的这个契约和这个经济行为啊 是他们这个决定你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直接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你是这个如何投资啊 如何储蓄啊 呃 如何消费的呢 啊 这些呢 是由于你国家的这个国民的这个性格啊 或者讲的是啊 你国民的这个制度啊 这些呢 来这个 呃 制约的 啊 那么这些呢 又是由什么来形成的呢 你的这个国民的性格也好啊 还是制度也好啊 都是由这个 呃 国家最早啊 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因素和这个生物学这个这方面的因素来决定 那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讲议啊 好 我们今天这个想讲的这个内容呢 呃 就是呢 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啊 这个是第四个PPT啊 呃 它呢 是如何 如何决定这个经济发展呢 那呃 呃 之后呢 这个呢 是这个上一期咱们讲的内容的这个回顾啊 今天的咱们的主要呢 是围绕着两个话题去讨论 一个话题呢 是这个 what determines conflict 什么决定的冲突 矛盾的这个根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啊 第二个这个这个副副标题呢 它的这个问题呢 是 what's role does economic factors play啊 啊 这个经济因素在一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究竟扮演着 何种的这个角色啊 呃 这个是今天要看的这个参考书籍啊 两个这个必读的这个书籍呢 一个呢 是这个啊 啊 卖鬼在这个04年写的呃 经济冲突与这个内部矛盾啊 呃 它呢 是用到了这个工具变量啊 工具变量的这个计量的统计方法呢 呃 上一期呢 给大家介绍过啊 如何使用这个instrumental 如果有这个不了解朋友呢 还可以往前倒看一看 呃 第二个这个推荐的给大家呢 就是这个呃 写的啊 这个commodity 啊 price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啊 evidence from columbia 啊 它呢 是以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呢 作为这个举例啊 来写的这个 来写的它的这个理论啊 呃 接下来呢 它呢 就是 呃 所讲的呢 是这个 呃 relevant new topic in economics 啊 but important to study 就是说呢 这种矛盾呢 是涉及到这个竞技发展的 呃 自从十十九时 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一九八零年的时候 有超过了百分之六十的国家啊 呃 至少有过一次武装性的冲突 就是从1980年到现在啊 至少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国家啊 内部有这个武装冲突 或者是外部有武装冲突 呃 经历了至少啊 这个二十五人以上啊 死亡的这种战役啊 呃 那么今天呢 呃 有一点二十亿的人 那就是有十二亿的人口啊 所生活的国家啊 面临着这个武装冲突啊 和这个流血啊 这种这个环境之下啊 比方像是这个叙利亚啊 比方像是这个这个利比亚之前啊 这种这个国民是生活在这个呃 武装冲突啊 直接武装冲突的这个生活下 下面呢 这个 这个度部呀 给出来的这个图表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麦克里给出来的图表啊 上面是刚才讲的他这个统计的这个数字啊 下面给他的这个图表呢 呃 虚线的这个部分呢 指的呢 是这个国内战争啊 呃 这个实现的部分呢 指的是这个战争与冲突啊 冲突就是矛盾没有那么大啊 是不是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啊 大家有没有发生这个呃 武装啊 这个冲突啊 这个是是这个虚线这个实现的部分啊 那么单纯的这是武力对抗吧 就双方有流血事件的 那么是下边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武装冲突的这个走向是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呢 是属于逐步上升的每年啊 冲突这个愈演愈立呃 之后呢 呃 这个 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呢 呃 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二十年之间呢 武装冲突来讲的是相对比较平缓的 那没有没有那么多啊 呃 但是他这个统计数据没有包括这个一零年以后啊 一零年以后像是一五年一六年呀 这个 呃 中东地区啊 还是爆发过这个不少的这个内部冲突 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么麦给你的所研究的这个这个地区呢 呃 主要的是一些这个欠发达地区啊 呃 这个矛盾的这个冲突的主要集中部位呢 是亚洲啊 和这个撒哈巴以南非洲啊 这些地方啊 贫穷的这个减少呢 使得的这个这个冲突是不断的放缓的啊 呃 你一个一个国家呢 他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资源呢 就是冲突啊 他认为这个潜在根源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资源分配不平衡 比如说两个部落共同呃 呃 抢占一个水源 那么你有这条水源 我就没有这条水源 我有这个水源 你就没有这条水源 往往呢 是存在这种资源和利益上的这个分配啊 所导致的这种矛盾 呃 当呢 这个人们这个普遍他的这个经济这个水平不高的时候 呃 大家就是属于一个你死我活的这个争夺 因为呃 这这种资源是满足生活必须的必要条件啊 那么当你的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这种这个冲突的烈度呢 就会相应的这个减少啊 呃 这个是他呃 这个在论文中显示出来的这个结论啊 呃 那我们呢 就是展展示了 就是这个MDG啊 这个是一个指标啊 在这种冲突中还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啊 他这个Maggie设立这么一个指标啊 那么人们在这个相互冲突中 是是这个如何进行的 它是如何影响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啊 是他讨论的这个话题 一共是四个点啊 呃 老乔来了啊 欢迎老乔啊 呃 这四个点呢 包括呢 就是第一点呢 是呃 至少有两次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呃 呃 武装冲突啊 完整至少有三次的可能性的啊 呃 攻击这个这个 这个学校里的这个孩子啊 还有呢 这个这个两次呢 呃 似乎是这个 就是看见了这个这个孩子呀 呃 死亡在五岁之前啊 呃 还有呢 就是这个呃 有超过两次的啊 呃 水源 干净水源的这个缺乏啊 这些是他认为导致冲突的这个 呃 一些方面啊 这个conflicts affected state 这些国家啊 呃 下面这个图呢 就是刚才他讲是讲这个关系啊 它以这个数据的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啊 这个横轴呢 横坐标呢 是时间啊 纵坐标呢 是这个贫穷的呃 人口技术啊 呃 从三十五亿到四十亿 四十五亿 五十五亿 六十亿 能发现这个贫穷的人口呢 是逐年递减的啊 呃 我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了 这个红色的线啊 是这个国家呃 受这个主要暴力影响啊 这个呃 蓝色的线呢 是国家呢 受轻微的啊 这个暴力影响啊 橘色的线呢 是个国家呢 不受啊 任何这个影响啊 啊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呃 是这个水平从八十年代到零五年是不断下降的啊 随着这个贫穷人口所占的比例啊 它的这个这个下降啊 是是不断是不断减少的啊 呃 这种暴力呢 就是经常的会发生在呢 这种这个 呃 有比较复杂历史的这种地方啊 呃 历史呢 往往呢 会是一个冲突的这个导火锁啊 啊 就是怎么说呢 两个人好啊 这个冤家一解不一解啊 就是人家对你做过什么好事 有可能就是很快就忘掉了 啊 但是有一些历史上的矛盾呀 和冲突啊 它的这个时间的持续性还是非常长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张这个 这个世界地图啊 这个图示 啊 第一点还是看它的这个提标啊 这个homicide rate啊 就是根据国家和地区啊 这个是袭击 啊 啊 杀人啊 杀人啊 就是杀人率啊 嗯 能看到这张图上呢 所显示这个呃 肉色地区的啊 是这个杀人率呃 虚拟谋杀啊 是0%到2.9%之间的这个这个人 人数啊 呃 再往下呢 是3%到5%啊 可以依次看这看这些角标啊 这个横杠的这个部位呢 是WHO呃 没有记录统计 就是它估计的啊 估计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灰色的地方呢 是没有数据统计 那从这张图里呢 那我们呢 可以比较这个清晰点就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啊 呃 像是安全指数比较高的国家 啊 呃 在这个 在这个12年啊 他所做统计 应可以面翻中国 澳大利亚啊 这个加拿大啊 包括这个欧洲啊 还有这个北北非啊 西部的这两个国家相对来讲比较安全 啊 我这次呢 去这个摩洛哥啊 我这次去这个摩洛哥啊 就是阿尔及利亚啊 这个北非 这个撒哈拉沙漠这块啊 就是玩啊 就是到这个撒哈拉沙漠基本上已经就是接近这个 呃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中间这个 呃 交界地带了 就是这个 这个叫欧伊萨赞特啊 这个这个地方 呃 能发现当地的这个民风啊 还是非常淳朴的 而且当地的犯罪率确实也是比较低的 包括整个欧洲 还有中国呀 呃 没有说想象中那么恐怖 那么严重的这个冲突 啊 呃 新闻媒体啊 在这方面呢 有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部分的夸大这个事实啊 啊 经常爆一些这个中东 它的这个冲突啊 还有这个 呃 哪有枪击啊 哪有炸弹啊 其实像伦敦有很多纪念来讲 不是很太平 由于这个 那民朝和这个脱欧啊 这个双重影响啊 但是从这个之前的一段时间来看呢 这个包括欧洲啊 中国啊 还有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是实际上比较安全的地方 相对冲突比较多的地方呢 实际实际上呢 是 是一些这个种族啊 比较复杂的地方 呃 往往的产生冲突的这个这个几率啊 比这个单一族群呀 呃 冲突起来会更严重 啊 比如说像中美洲的一些国家 像是这个维尼瑞拉啊 像是这个哥伦比亚啊 像是巴西 像是墨西哥啊 啊 他们这边犯罪呢 经常是那种有组织的大毒枭 就是说 你比如你在中国犯什么罪 你起码还是畏惧警察的 就警察过来管你 你一定要是束手投降 或者是赶紧逃跑 对吧 罪犯还是有非常强大的威慑力的啊 这个治安方面还是比较安全的 当然像这个中美洲的这个部分国家 呃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贩毒集团呀 或者讲是这个犯罪分子啊 呃 实力是相对比较大的啊 他的这个冲突已经是能达到这种武装的这个层面上了 你就是这些国家这个枪支也相对来讲比较犯了啊 所以说这个冲突还是比较这个严重的啊 呃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就是比较清晰的发现啊 就是 就是红颜色越深的地方啊 代表这个国家他的这个冲突啊 越严重啊 呃 能明显看到就是这个南美啊 南美洲这个位置 还有南非啊 是冲突是最严重的地方 别的地方都还都还大致上来讲还都是比较平稳的 嗯 美国又可能稍微要严重一些 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部位和这个部位 啊 头像和本人差距好大 哈 这朋友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我之前啊 本来是拿我这个头头像 后来把这个花椒吧 他老说什么头像不清晰啊 啊 啊 这个非本人照片啊 完了他都给我拒绝了啊 我就拿了我这个这个五村一村 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两村照片啊 官方的证件照就是上学照的那证件照啊 完了我一上传那个吧 这个官方也就同意了 没那么多事啊 啊 是有点那个 这个头像是这个PS我啊 我自己给自己批瘦了 再加上那个时候好多年前照三年前照啊 那时候确实也比较瘦 那大家就多那个单待着点啊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啊 这个 这个朋友还挺细心的 小刺猬 是吧 那么呢 在这个 呃 这个Dude 他写的这个论文里呢 他把这个冲突啊 做了一个这个假设啊 头像比较清新啊 没事啊 是 本人很慢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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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啊 啊 这个分为了这个两个族群啊 这个一个族群啊 哎 感谢这朋友的分享啊 这 这字我还真真见过啊 足够什么诗 我还真见过这字咱们忘了怎么念啊 啊 呃 他呢指的呢 就是把一个这个模型啊 分为这个两个族群啊 呃 大家看下这个讲 讲义吧 啊 我就 我就照着这个讲义讲啊 呃 他呢 他呢 做出来一种行为 他设计设定一个这个参数 L 啊 L I 呢 指的呢 是这个国家呢 他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人口啊 在冲突之中啊 啊 然后这个呢 一呢 是代表的这个冲突这个族群和他所对应的这个 production 他的这个生产力啊 生产的这个产品啊 呃 W呢 是他的这个 productivity 就是指的他的这个劳动生产率啊 呃 一个国家呢 他的这个 呃 呃 终极目的呢 是希望提高他的这个劳动生产力啊 之后他设计了一个傀儡变量 就是说呢 呃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那两国家之间起冲突啊 那比如说这个中国和印度啊 因为中国完省呢 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胜利的战略物资全都拿到手了啊 印度完省 他就把这个战略物资全都拿到手了 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啊 之间没有什么太多妥协的地方啊 呃 是他设计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模型啊 呃 包括了哪些呢 包括了这个自然资源 那比如说争夺这个水源啊 争夺这个这个矿产啊 矿藏 那呃 呃 还比如说呢 呃 像是这个自 这个自然的这个出口啊 这个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啊 还有这个外国援助啊 比如这个两个族群谁赢了这个就获得这个援助啊 它就是设计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呢 这个公式呢 啊 它给定的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前面它的一些假设啊 这个是这个理论的假设啊 它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经济模型 呃 因为呢 就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案例分析来讲呢 呃 很多的这个就是学术的一些讨论啊 呃 很多人就是经常讲啊 就是学术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之间比较脱钩啊 呃 你在学校里或者在这个机构里研究的东西呢 往往应用不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之中 呃 原因呢 就是呢 就是在 往往在这个学术研究的时候啊 它会做一些大量的这种假设啊 比如说这个假设你人是自然人呀 假设一样东西贵一样东西便宜 你就买那便宜点 但比如说我们实际生活中知道啊 比如说有些这个人就是比较爱面子啊 虽然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就想买那贵的啊 他就不够理性啊 你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假设成理性的人啊 有可能比如说有人说啊 这个叫做什么来的啊 不要理他要个面啊 是吧 就是人要争口气啊 经常有这种啊 比方那个去法院打官司啊 他也不要什么赔偿赔偿就要这个一元钱啊 这个就是啊 这种就是往往呢 在这个经济学中呢 把这种这个突发的假设呢 都给排除掉了 呃 呃 这个是他这个设立的两个部族之间 呃 所产生冲突的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对于这个A国和B国呢 呃 对于A族群呢 他的这个生产回报呢 呃 是WA乘以1-IA啊 因为这个1-IA就是他这个国家 啊 完整那个IA就是他他本身啊 所以就是啊 这个IA加IB应该等于1啊 对吧 完整后呢 这个是IA啊 A这个族群获得这个获得这个这个这个胜利啊 所产生的这个回报啊 就是这个Victoria这个系数啊 乘以这个IA比上这个IA加IB的这个比例啊 我看这朋友问啊 做什么的啊 我就是在这边这个胜 上学啊 做做研究的 对 呃 主要就是学的这个方面啊 就是这个计量经济学 那 呃 呃 就是 Ecnometrics啊 和这个 简单的来解释就是统计学 那在这个经济学上的应用啊 就是统计和经济这个两个专业结合 啊 平时也学一些数学理论啊 什么的 但是我的数学吧 有时候统计吧 也不是特别好啊 呃 在在在伦敦啊 在伦敦那个现在那个念书呢 啊 因为这个之前啊 有这个 呃 海外的定位啊 比如一说你在哪儿 他都花交友的显示啊 现在呢 这个 呃 由于吧 它这个有一些限制吧 反正你显示不了海外了 他这海外现在不让你这个下说啊 它这个控制比较严格啊 咱也咱们也能理解啊 呃 之后呢 他呢 就是讲这个理论呢 是在这种啊 呦 我这都筋软门了 是吧 真好啊 经济学 呃 看不下去啊 前段时间看过魔鬼经济学啊 反正就是平时呢 就是大家呢 呃 要是呢 对这个经济学啊 感兴趣啊 那我倒是觉得吧 这个 呃 那个还挺能看进去的 是吧 就是说呢 看一些这个 比方什么穷爸爸 富爸爸 这种就是意志的呀 这种书籍呀 呃 有意思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往往啊 它里头讲的一些内容啊 并不是就是非常正确 它是为了让你好理解 它有时候会打个比方啊 做个比喻呀 呃 但是它 实际的这个经济道理啊 并没有阐述的非常呃 详细或者非常深刻 但是说就是至于书这种东西吧 还是人者见人知的见智啊 还是就是没有说哪一本书最好的 只有说最适合你的书啊 啊 要是要是真有一本最好的书呢 大家就多读那本书啊 是吧 那就成为意的畅销书啊 那不可能还有别的作家出别的书啊 呃 但是如果就是想真专业的去学一学啊 还是看一些这个经济学的教材啊 我觉得特别好 比如像是西方普遍用的这个曼坤啊 他讲的这个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啊 这个在这个中文的这个图书从译里啊 都有这些书的编辑啊 这个是本科学的啊 这等到研究生的学的方向就比较比较专啊 比如像是这个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就被单设为一个专业 并不是你啊 其中教授的一个课程啊 等到博士的选题呢 往往就是针对一个专题啊 进行研究啊 比如说这个这个 这个政府财政税收对经济影响啊 啊 啊 玩的经济发展啊 是其中比如说和历史有什么关系 这往往就看 你的这个导师啊 是如何开题啊 就是这个学问吧 就是在西方这套体系里都是 越学越窄啊 越学越窄的 当然越学越深啊 读一些呢 这个大一啊 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参考数据啊 我觉得挺有帮助的啊 比如说这个微观经济学给你讲一讲什么叫供给 什么叫需求啊 什么叫价格呀 货币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宏观经济学啊 包括这个政府平时经常在讲啊 啊 对对对对 是在读在念phd 对现在啊 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觉得吧 还是看一些这个课报的书啊 挺好的啊 比如说那个你平时看新闻经常讲的政府啊 讲什么这要推动这个三驾马车啊 投资啊 这个政府支出和这个和这个消费啊 还有就是这个净净出口啊 除了消费那剩下那三个指的是三驾马车啊 还经常讲什么安倍经济学啊 其实那根本不是安倍发明啊啊 那根本就是 传统宏观经济学里就早都有的这个定论啊 如果觉得这个宏观经济学啊 或者微观经济学啊 读起来比较枯燥的朋友啊 我建议你呢 可以读一读经济史 那我觉得经济史的内容啊 我特别感兴趣 经济史呢 它在这个本科的这个课程内下 它是一个选修选修内容 你可以选这个经济史 也可以不选这个经济史 它不是必修课 必修课就是这个微观经济一 微观经济二 宏观经济一 宏观经济二 宏观经济一 宏观经济二 我按照这个统计方法啊 这是必须选的 你学经济不学统计方法 那就是纯数瞎扯啊 我按照像是这个 像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什么公司经济啊 企业经济啊 产业经济啊 这个跨国贸易啊 这个政府财务啊 有很多专业 这些专业都是选修啊 就是它大概有三十多个选修吧 你从这三十多个里 你选四个 选五个啊 就是我上本科的时候是这样 之后等读到这个研究生呢 你学的就相对比较专了啊 比如说你学这个计量经济学 你里面就得学宏观计量 微观计量啊 时间序列啊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金融计量 就是你学的比较专 但都是你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去去讲的啊 也有一部分选修 但是选修这个比较少 那就读到博士呢 博士是在英国是三年半啊 有的学校是比较快 就是三年半三年啊 慢一点呢 四年五年也都比较正常 就是三到五年之间吧 有这么一个范围 那也是申请 完整在这个博弈的时候 一年级也是正常上课啊 之后博二的时候呢 就开始你要自己开题了 完整写一些自己的这个研究报告啊 完整导师会带你这个 呃 做一些这个课题啊 啊 在英国的学术体系 和欧洲大陆啊 不太一样啊 就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法国和德国的这个学术体系啊 跟英国之间还是有这个差异的啊 英国它就是 呃 就是专科呀 和本科呀 这两套系统啊 呃 都比较完善啊 比如说在这个国内啊 有这个呃 就是没考上高中的 有上这个中专的啊 有上这个直高的啊 是是叫高职还是叫直高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应该叫高职啊 完整读读这个高职之后呢 还可以读这个大大专啊 像是这个这些这个不同的这个专业 这个是属于专科啊 那是在这个英国呢 呃 这个学术体系和专科体系 它是并且齐虚的 不是说你读大专业就不如这个大本 这个大本就一定比大专好 呃 咱们关家往往是就是高考考的成绩不理一下呢 最后读一个专科 这边有些同学他那个成绩也特别好 他念的就是一个college 啊 而且这边有很多这个呃 你要是回国面试啊 有些hr 它经验不是很丰富 他一看哎 你这怎么college啊 是学院啊 呃 其实在英国你看像帝国理工啊 像是这个 像是这个呃 这个伦敦大学学院都有college 但他是非常好的大学院 帝国理工 像是这个印度总理 这个甘地啊 圣雄甘地啊 玩着比如日本首日本首相啊 玩着这个美国的好几任国务卿都是帝国理工这个这个毕业的 包括英国很多的这个政要 呃 他呢 就是在你读完那个gcse上完初中 这个是国家的基础教育啊 就是接受完国家的基础教育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选择 初中之后你就可以毕业啊 啊 在英国呢 读高中的就是a level的人呢 并没有国内的比例高 啊 国内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 十个人里八个九啊 基本都年高中了啊 在英国这个比例还是不高的啊 起码没有中国高 呃 英国呢 上这个本科的比例呢 前两年呢 连百分之五十录不到 那 有那种HR的公司不去也罢 对对对对啊 具体就是我就不点名了啊 那个呃 我当年啊 就是本科毕业的时候 就是头两年啊 玩着这个 我就去这个银行一开始面试啊 我这个学校吧 就是UEA 我本科在UEA读的啊 就是 就是不错啊 那那个HR一看知道 我旁边做这个同学吧 他就是帝国理工毕业的啊 玩着呢 这个HR居然说出来 我们这只要本科生 不要专科生啊 他居然不认识帝国理工啊 反正就是这种公司真是不学吧 那还是这个比较比较这个比较令人费解的 这是一个一个国有的四大行啊 这个国企嘛 相对来讲 他接触新鲜事物吧 还是比较慢的啊 你就是说你是一个国外的 这个毕业生啊 这个毕业生啊 他也有可能和国内的这个毕业生来比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竞争优势啊 如果在你没有这个在国外工作的这个经验啊 来讲的话 但如果你要进这个外企呢 或者是这个私企呢 这个国外的这个学历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竞争优势的啊 虽然说不是非常大 但是有一定竞争优势 但是这个具体吧 我觉得吧 学历这个东西吧 还是一个就是敲门砖啊 有了之后呢 具体的你在公司比较近身 近身啊 你的这个 你的这些这个 在职场上的一个发展啊 我以为是英国啊 对对对 是在国内 在国内面是说那HR啊 英国的HR他也应该没有一个不知道帝国理工了 那样真不知道 那他也有 那他有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啊 有可能就是对啊 像像国内的一般这个公司啊 对什么牛津剑桥啊 这些都都知道啊 帝国理工这些一般都都知道 但是你要说再往实名以后 他有可能就是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有一些专科学校吧 他对这个专业性啊 要求非常强 比方像这个皇家力武部海军学院 人家就是专门出海军的啊 比方像那个邓世昌 那个中国的甲午海战啊 中国的那个那个定远舰的管带啊 他就是那个利物浦海军学院毕业的 但你比如说我有同学就是利物浦海军学院毕业的 你回国你跟他说 我是这个利物浦海军学院毕业的 人家以为业绩学校 对吧 但他一说这邓世昌当年都是得学校毕业的啊 人家就是稍微有一些了解 还得跟他讲一讲 啊 像这种学校呢 就是他的综合排名呢 比较低 有可能一百名开外了 有可能就是也很不入流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综合排名是你各个专业一起进行排啊 啊 他这比如像这个皇家力武部海军学院呢 他就教海事 教海防 教测绘 教数学啊 教这个这个炮兵里头有好多这种专业 啊 机械制造啊 玩着什么雷达摇杆 反正那他们的那专业设计也挺也挺那个 就是非常专啊 就是指指这个海军海防海物就这一块的内容 但你能说他的这个学校不好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吧 哎呦 还录一个小视频啊 好 感觉今天跟大家讲的有点远了 就没按咱们这个这个话题讲 不过也没关系啊 毕竟我在这直播嘛 我主要就是自己找话题呀 就是怕这个 呃 就是直播没有内容啊 就是做这个直播呀 我最一开始的这个目的呀 还能就是想呢 就是以他当作一个这个录视频的工具啊 我最早就是录下来自己拿那个 手机一段一段给自己录视频啊 反正我放到那个YouTube上啊 但是我总觉得吧 就在那个YouTube上啊 就是国内很多朋友啊 呃 他还特别麻烦他在找什么微频啊 得得翻墙啊 才能进来 因为我一开始试过传那个优酷啊 但是那优酷吧 就是你从国外上传那视频 骂特别骂啊 我那上传一天那视频四十分钟都没上 都没上传上去啊 特别麻烦啊 所以说呢 我呢就就就放在这国外视频网站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更多朋友呢 能看到我的这个这个视频啊 所以说呢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播啊 完整我把它这个截取下来之后 我再放到那个网站上 如果国内朋友想看了 我一般就要告诉他我这个花椒账号 他就能直接看我这个回放啊 他们就是反应也都挺清晰挺流畅 我觉得这软件啊 挺好的 你也不用再那个费时费力再自己上传一遍了 他自己就直接给你上传了啊 他都保留着那个我这个之前播的这个每一期的内容 刚才说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教育制度 他呢就是从高中开始呢 如果你走学术一条体系 你就要读A-Level啊 这个是上这个高中 读完高中之后呢 你要上这个本科 就是这个undergraduate 之后是postgraduate 这个是这个研究生啊 研究生之后 上完就是phd 就是博士 那这个走的是学术路线 如果你走的是这个专科路线的话呢 你在初中毕业之后呢 上的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职业高中啊 就是英国这边有专门的职业高中 做这个职业进行培训 这你进入到这个企业进行实习 实习之后呢 如果你想读呢 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大学本科啊 就是给你 它也是本科学位 跟大学本科完全一样 只不过它是偏这个 偏这个实习啊 偏这个操作方面的一些内容 从这个学位本身的含金量来讲 是一样的 成色是一样多的 之后你再进行这个硕士学习 硕士英国也是分为两种 一种是这个授课型的硕士 一种是这个研究型的硕士 英文就是这个 这个taught master和这个research master 这个 这个 这两种 他们拿到的这个学位呢 是不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英国拿到这个学位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个MA和MSC 这个比如像文学硕士 理学硕士 这个是中国学生 一般留学生啊 读的比较多的这个内容 这个 像是 像是这个研究型的硕士呢 拿到的学位呢 是MRES 这个master research 还有一些学位呢 比方像这个Diploma呀 Mapufil啊 就是你读博士 假如读到第一年 你的那个最终考试没有过 它授予你一个这个博士预科的学位 它是相当于硕士的 Mapufil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硕士的学位 它有很多种啊 但是它呢 就是既有专科 又有这个本科 又有这个本科 是并驾齐驱的 如果你想搞研究 你可以继续读博 读这个PhD 如果你的继续想往这个专业发展 你能可以去这个看这个去念这个MBA 去修这个工商管理学硕士 这都是你将来这个发展的方向 那并不一定说这个本科和专科究竟哪个一定好 哪个一定不好 好吧 我还是回来这个讲义啊 我接着接着讲啊 刚才讲到一半啊 这个是他讲的这个两个部落之间的一个冲突啊 之后呢 他呢 对这个这个两个部落之间冲突啊 进行了一个这个求导和这个方程联利啊 这大家看一眼就就就就行了 就是说呢 A 族群最多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呢 就是自己本身胜利的利益 那之后他对这两个进行求导啊 你会得出来这个第一个进行求导啊 那就是这个V 啊 去掉之后 IB 下边是这个 I 加 IB 的平方 大家能看完这是一个这个一次方程啊 等于 IA 那把这边就是也就是一个项等于零嘛 等于零之后 这个呃 这边这项就没了 他对这个 W A 求导嘛 呃 对 W A 求导啊 完这边呢 也是划成这个 W A 完了这个是等于 W B 啊 就有这个两个这个方程啊 这两个方程之后呢 呃 把他俩呢 用呃 二项除以一项就变成了这个 W B 除以 W A 完了这中间这一项呢 就这个呃 消了啊 这个下边这都消了 他除以他之后 就剩下这 IA 和 IB 了 所以就变成 IA 比 IB 等于 W B 比 W A 了啊 相反的 所以说呢 这个最后呢 这个 呃 麦奇德帅的结论呢 就是在应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产量小的这个族群 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这个斗争啊 他这个更倾向于斗争啊 呃 我给大家就是 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遍 两个族群 一个族群呢 比较富有 一个族群呢 相对来讲比较贫弱 当他俩如果竞争力相同的情况下 往往是这个穷的这个国家和部落啊 他更倾向于战争 因为他战争和这个复国之间啊 他们之间这个战争成本是不一样的 复国如果打败了 他就倾家荡产了啊 如果这个穷国打败了之后 他还是倾家荡产的 就是他本身就没什么钱 能理解吧 所以他在这个竞争不议之中 他是往往处于一个主动的啊 这个是和我们平时这个想法啊 不太一样的啊 我给大家举例子啊 比如像是这个宋朝啊 和这个元朝啊 宋国和元国这两个国家 当时呢 这个宋朝的这个实力啊 来讲啊 和这个 不和元朝比 咱们和这个辽朝和金朝比 和辽和金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宋朝来讲是相对比较富有的啊 这个经济实力啊 人均的这个GDP啊 和收入啊 财产啊 都要比这个辽国和这个金国啊 还有这个元朝啊 都要这个富有的很多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宋朝往往和这个北方游武民族 或者是后来建立的这个辽国金国啊 啊 这个差距都比较大呢 就是宋国基本上没怎么打过胜仗啊 永远都是被这个挨辽国走啊 挨金国走 最后被这个元朝给平定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呢 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宋朝往往呢 是采用一种稀释宁人的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冲突 他往往不愿意这个付出于战争 因为呢 这个蒙古他打败了顶多回这个蒙古草原上继续放羊去啊 你宋朝要是打败了 你的这个失败可是一塌这个这个稀罗糊涂啊 对吧 你这个这个家国就都破碎了啊 完你本来就是你这个 呃 宋朝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属性非常高啊 文人比如可以做师啊 可以做父 你这要是国家都破破损了 别说做师做父啊 你又可能性命都不保了啊 啊 但是元朝他要失败之后呢 他继续回家还能放羊放肋子 跟他现在生活差距啊 比我没有那么大 而你看宋朝在国破之后 他的这些这个呃 蒙古人把这个人分为四等 对吧 这个蒙古人色母人 北人男人 那这个男人他的这个社会地位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度非常低的啊 就是 不管是政治地位 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差 所以说呢 呃 宋朝的他呢 也能预感到会有这么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他的这个心理的负担也比较大 他不敢一搏 因为呢 你赢他一百次啊 你的这个钱呢 就是越打越赔钱 你即使把蒙古击败了一百次 那你能从蒙古身上获得什么呢 宋朝打蒙古之后 他能俘获什么战略物资吗 啊 他能抢走什么金银珠宝 抢走瓷器 玉器吗 他抢不走 而蒙古呢 对于宋朝来讲 他是有战争收益的 这个就是双方之间战争成本和战争收益是不同的 战争成本来讲 蒙古的战争成本要比宋朝战争成本低得多 他不需要什么太多军粮啊 你可以饿了就射之大鸟 对吧 你这渴了 喝点 喝点马奶 这个 想 想庆祝 来点马奶酒 宋朝那些粮享啊 军备啊 物资啊 全都需要这个后方进行这个 长途运输 这是战争成本 而这个冲突的这个 冲突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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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收益呢 宋朝确比比蒙古呢 要差很多 或者讲宋朝的战争是负收益啊 他打赢了啊 是这个赔钱 打输了呢 赔的更多啊 所以说呢 他无论打还是不打都会赔钱 所以说你看像是最早签订这个缠缘之盟 为什么宋朝非常开心给辽朝钱呢 因为呢 就是宋辽之间开战 即使宋朝打赢了 他是不是也得花这些军费 也得花这些物资 那他说 我把这些军费物资直接给你不就完了吗 我还不用死人了 还不用天天操心了 还不用担心玩意儿打输了呢 这不是起步是非常好吗 而且每年支付的这个岁币赏赐赐给这个就是赠送啊 或者赏赐吧 都可以 这咱就不具体探讨用词了 因为咱没有立场 咱既不支持辽朝 也不支持宋朝 对吧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呢 对于宋朝来讲 他肯定是乐意的 那对于辽朝来讲 他愿不愿意 他当然也愿意了 我也不用死人了 我们每年从你这儿摆捞银子 摆捞茶叶 所以我也非常愿意 所以说他们之间 辽国和宋国之间就是稳定了上百年 这个一百年左右没有任何战事 这就是因为双方达成了一个战略平衡 和平呢 永远不是别人赐给你的 就是是自己争取过来的 正是因为这个宋朝有实力打这一仗 但是呢 他呢 是在自己有实力的基础下 放弃这种战争 而采用这么一种妥协的方法 既对辽国好 也对宋国好 因为你打败 辽国北方还会惊起其他的这个民族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 这个匈奴 这个消失之后 鲜卑就崛起了 鲜卑消灭之后 鲜卑的别部柔然就崛起了 柔然消灭之后 柔然的别部突厥就崛起了 突厥这个被这个消灭之后 西图东图分裂之后 这个又有 又有这个蒙古 又有女真 又有契丹 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草原民族崛起 你既然不能决定你的邻居是谁 那么何必不和你的邻居搞好关系呢 但是呢 你一定要记住 就是和你的邻居呢 要保证自己能打赢的情况下 不和他打 而不是自己打不赢 所以不打 不打只是一个这个表象 或者讲和平只是一个最终的现象 但是和平是如何产生的 你是启和 你是刺和 还是求和 这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要讲 我们一定要有实力进行作战 但是呢 我们的热爱和平 这个是和这个Maggie所讲的这个国家发展呢 与这个冲突之间呢 她的这个关系也是一曲同工的 好吧 完了之后呢 她还有一些这个 包括这个后面她讲的这些解方程啊 还有她找的一些这个统计数据啊 但是她的文章的开题部分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十年之前 就讲完了 说她是找了一些这个图表和这个图示啊 来解释一些这个矛盾和收入之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相关性系数啊 这个是她做的这个她做的这个计量测试的这个统计品 我们可以看出来她分了这个七组啊 能看出来这个这个和这个GDP啊 完成这个出口GDP啊 完成社会组织形势啊 现前战争啊 这些都是非常多的关系的啊 我们也可以看一些这些相关性系数 好吧 那么如果有对这个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啊 战略博弈和一个国家他的这个发展策略 那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呢 我之后呢 会把这篇这个论文的这个参考文献 发在我的这个动态里啊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呢 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啊 这个Maggie和这个这个 Dude啊 这个两位学者写的这个论文 好吧 那么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 就先这个到这里了 也正好是一个小时时间到 好吧 谢谢那个大家的收看 啊 玩中那个新来的之前没关注我的朋友 可以这个关注关注我啊 这个关注过我的老朋友可以这个 这个在就是 就支持支持我在 好吧 行 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 这个对 我晚啊 大家那个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一啊 那个工作 工作设计 拜拜